诗篇110篇第六节 但要在列邦中刑罚恶人 施首就骗满各处 是要在许多各种打破受敌的头 其实当我们用这一章的诗篇 先去作我们这次所研究的金句的时候 其实这一节的经文可以说是一节很震撼的经文 尤其是我们在上年11月12月提到这一段经文的时候 我相信很多人都会觉得很突然 因为他似乎说到很残酷 说到很大的死亡是临到在2010年当中 但是我相信当我今天去读这段经文的时候 大家都已经发现就是当你踏进这一年 这一段经文正在是不断地应验 大家在12月的时候当我提到就是说 可能每一个礼拜都有五级地震 但我相信大家都留意到了 现在差不多每天都有五级地震 甚至有一些日子是超过一次五级地震 当然更加就是在现时我录这一段经文的时候 海地的地震甚至杀了一段万单位的人 似乎今年就按着这一篇的诗篇 真正有好些事情正在发生着 如果单单看我们开始这一年的头几个礼拜 我们根本就不能够不说今年已经是一个灾难的一年 不论它是不是七年大灾难的开始 但起码就是有很多地方 甚至当这些地震出现的时候 他们甚至以为是世界末日 当我们看到这些地震所带来的伤亡所带来的现象 很明显我们已经是踏入这篇诗篇所预现的一年 但其实这篇诗篇我相信它所说的 不单止是我们所见到地震的频繁的事件 我相信这篇诗篇其实是告诉我们一个提醒 就是我们要在这段时间要很小心 因为实际上我们知道 没错 一些的天灾是我们没有办法避免的 但是人祸我们却可以去避免的 但是在未来这几天当中 我就会尝试跟大家去分享关于Codex 就是我们曾经在12月的时候 跟大家分享过一个题目 我想利用这一篇诗篇 去跟大家去分享 在今年Codex这个法例 已经开始是全世界性强制执行 那它对人类的影响是怎样呢 它对每一个人的生活有多大改变呢 而我们身为基督徒应该怎样看 在哪一个程度上 诗篇第六节 会是在我们眼前 由今年 开始因为Codex的缘故 而应验呢 诗篇1版10篇第六节 可要在列邦中认罚恶人 施首就骗满角柱 可要在许多角中 把握受敌的头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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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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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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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